老師 大家早安 三年前我在 剛好三年前我在 林這個環保署 在茶水間被毆打 那那個時候是一個 重大開發是大練鋼場 打我是一個縣議會的議長 那個雲林縣縣議會的議長 那已經判決高等法院 那個案件是確認 那他打我的時候 他後面站著一個 台塑那個 離島工業區的那個 公關經理 那我今天的感覺是蠻像的 就是我們 雖然我到現在還沒有被打 我目前不知道 我們環保團體的人的 那個生命安全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也知道這個案子 暴力事件也是不少 嚴長壽今天沒來 曾經他的飯店也被圍起來了 那我不知道因為這個關係 他有受到這些威脅或是怎樣 那我今天我想 因為各位是蠻先進的 在那個環保方面的 我也是很榮幸 我是美國出生長大的台灣人 那我也很榮幸 今天還是有機會跟大家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台灣 比較缺乏的地方 是充分的溝通 那充分的溝通的 需要一個基礎 什麼基礎呢 就是釐清事實 那我們現在我當環兵委員兩年 到現在也看 這是2005到2007 那我那段時間 因為那個時候環保署 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因為我幫忙是很近 我有八、九個助理幫忙 那對不起 讓那個環保署裡面的科研很頭痛 天天來天天都提問題 程序問題等等 那但是我看到現在 我們這個基礎是真的沒有改善 那署長剛剛就任的時候 又來拜訪了環保團體 那我們就問署長 那你覺得台灣的環境 因為署長也是蠻資深的 這二、三十年 你覺得這個台灣的環境有改善嗎 他說非常改善 改善得非常好 那我們從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好幾位團體 我們知道這個台灣的 想面對這個真相的意願是不高了 那我簡單的講幾點 八千 我不曉得這次有一分鐘嗎 還有一分鐘來坐下 好 三十秒 那我快一點 我就請問各位 你們聽說過氣候變遷嗎 你們聽說過那個生態多樣性嗎 你聽過社會正義嗎 你聽過滿足當代的需求 通知不要損害後代滿足其需求的 這些事情嗎 你聽過那個生命週期的 你聽過環境基本法第八條 你每一個政府機關都有義務 要從那個生命週期 永續發展環境保護優先 來看這些事情 那我們台灣知道真相嗎 我們在2005年 我們是列為146個國家當中的第145個國家 最糟糕的 這比我們糟糕的是北韓 那後來這個是ESI 那個世界經濟論壇所做的那個一個報告 那那個在2006年2008年台灣他們改從ESI到EPI 那我們現在是這個EPI是從那個22名在2006年2008年也掉到那個40幾名 然後呢 2010年呢 沒資料 163個國家沒資料 所以這個就非常反應 我們連我們一天當晚說我們要國際接軌 連這個資料我們做不到 那我們聽說那個非常自身的人 也是書長的好朋友 說給我一天的時間我就可以做 那那個資料我不知道現在 越路大學跟哥路沒有大學 我們還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我相信這個書法改 這個現在這麼快速的要通過這樣子 我有沒有反對 我有開放性的 你只要給我即時完整正確的資料 我們來討論 你給我足夠的 人也可以讀這些資料 我們充分的討論之後 我可以接受 那我請問 我們開發單位 我們那個副縣長那些要推的那個書法改 你可以接受嗎 你可以接受可能補改嗎 台灣的移動不夠多了嗎 那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就是會看到那個社會成本這麼高 就是因為立法院所授權各位委員 你們的權限是可以不通過 那我們委員在那個權限 你要不要做 那我們還是我們等到 那你們通過 那我們一樣跟中科 就找這個不效用 不意義的那個破壞環境機制的單位 去來判斷 那我們今天環境法律人協會 是在這邊 我們是會追蹤到底 那我希望那個各個委員 你用你們的兩線 你讓台灣 讓這些年輕人 有多一點希望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老鼻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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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